还是可能会有一些误差 咱们根据在比赛当中的内容 咱们再来看 各位腾讯体育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由腾讯体育为您直播的 2021赛季中超联赛第六轮 这是广州队对阵重庆两江竞技队的比赛 张连鹏 左边应该是吴绍兹 也是好 这边的突破 一对二 面对对方的防守球员 这个升级是全方位 早几年大家说 这中甲都已经开始 先看一下这次进攻 杨丽鱼 转移到了边路 杨丽鱼 再往中边改 刚外边还有没有 直接打一脚远射 杨丽鱼 边路改 阿兰 阿兰拉边 给过去打门 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 广州队这边又形成了一次射门 维士豪接到了阿兰的传球之后 直接起脚打门 球稍稍打偏了 人数不算太多 所以一般的两边有一侧能够回来 行动一个四个人的防守体系 就可以解决问题 黄西洋 远中空啊 这边有机会 他还要再射 重庆队将皮球送进了球门 这是比赛进行到第八分钟 广州队是在自己防守的右侧区域 出现了一个空当漏洞 结果重庆队就杀入到了危险区域 完成了一个射门的三连击 是的 然后终于将皮球打进了丘瓦 应该是 呃 伯拉尼奥斯的第一脚射门被弹出啊 那么 哦 这是一次 哈哈 今天两个球队啊 就是好转移过来 阿兰 阿兰 打猛 就打偏了 比赛进行到第十一分钟 嗯 好球看看这一次 左边路 躺进去了啊 这球倒三角的传球 哦 这球呢 显然高准一上来之后呢 是想倒三角的回传球 然后去找韦诗豪 这个球 碰 总比露过来要好很多 走 打前点 哎 咱们陈永远快球进了 踏破铁鞋无迷处 得来全部费工货 这个球是 进区里所有的重庆队员 都没有想到球会漏过来 24分钟的时候呢 广州队是利用角球的机会 扳平了场上的比分 这个区域的任由 徐尔导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 看看 没着好 直接打门 杨立宇 看看一对三 侧向的转过来 终一号 转出球 都不错了 看后点 调整 面对出击的门架 再调一 球进了 球进了 比赛进行到第三十三分钟 伙众队这一边 将产生的比分 一局反超 传到了后点 这个球 这个球 直接是打在了球门横梁上 打的这个整个门框都在发散 这个球是打上了 何超 这是一个有想法的脚球战术 传到后点 打也是真打上 基本上能形成对于广州队所有球员的对位防守 非常好收回来 把这个球交给了边路上来的吴绍聪 好球 杨立宇 球进了 球进了 漂亮的传球 漂亮的射门 漂亮的进球 比赛打到第62分钟的时候 杨立宇四两锅千斤啊 这个球停的太漂亮了 这个球杨立宇这一停 其实这球传过来的时候 还是没有那么舒服的 那么能来的 能跟着球队来到赛区 参加比赛的球员 肯定是 愿意为球队继续付出努力 好 这次反击 这场比赛 广州队的取胜已成定局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他们的积分将会暂时来到11分 这时候主台派是吹响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呢 广州队在中超联赛第六轮的比赛当中 最后是以3比1的比分 击败了重庆两江竞技